随着新交规与驾考新规的实施 元旦刚过 上海驾校的学费就集体的上涨了 上海商报文章标题 驾校学费普遍超过了7000元 涨幅接近了30% 文章说驾校涨价的原因 就是借考新交规考试难度加大 需要延长学识增加练车的时间 而对于驾校涨价这件事 不少准备学车的市民表示 暂时还是选择观望吧